香港尼敦道180号四楼 曾经是中共香港分局领导人芳芳的住所 也是当年中共在香港的重要活动地点 1946年11月25号 国民党人朱学范来此拜会 但他离开后却遭遇了一场车祸 时至今日 这场车祸仍是装无头公案 而事发当天 朱学范抵达香港 才13天 1946年 当中国慢慢滑向战争的深渊 身为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的朱学范 和国民政府的关系也急剧恶化 从叫场口事件遭国民政府诬告 到身为国大代表却公开抵制国民大会 当年8月6号 老协在重庆的工人福利社被政府强行接收 工作人员遭到逮捕 朱学范一怒之下 召开国际记者招待会 引发美国劳工联合会 要求美国国务院进行调查 向中国政府施压 蒋介石没办法情况下 在庐山接见了我父亲 最后是答应他了 把人放出来 同时对朱学范等五个头 还是要起诉 所以在这样情况下 他在上海没法带来 所以他就当时发表了公开声明 他就到了香港去了 朱学范的这次车祸 经华商报大幅报道后 引起华人事件震惊 1947年1月 大难不死的朱学范 在医院里见到了 国民党左派领袖何湘宁 何湘宁当时就提出来 在当时这个情况下 蒋介石已经公开反共了 所以这个内障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假如不成了一个组织是不行的 后来从医院里出来以后 4月份他就去看李基森去了 成立一个组织 把这些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析的人 把它团结起来 一直反对蒋介石 新成立的组织 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简称明格 明格在1948年1月成立 意味着国民党内部正式分裂 国共内战 至此仿佛已变成蒋介石一个人的战斗 张克明老人 是这段历史仅存的见证者之一 最重要的就是那最后国民党仍然是我们的领导 孙中山那些是三民主义 这边没有错的 明格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 正在纽约的冯玉祥立即着手筹备明格美国分会 这位曾经与蒋介石一节金兰的基督将军 在蒋介石第一次被迫下营 流落东京时 曾一手将他请回中国的权力中心 然而二十年过去 冯玉祥被迫远走他乡 在海外发起倒奖运动 政治风云诡诀 改变的绝不仅仅是大历史的走向 他们是坚决反对打内战的 就包括李继生 何强宁 他们之所以能够走到一块 这是明格成立的一个基石 而且冯玉祥当时跟我父亲说 他说你们一定要团结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这样的话才能够号召更多的国民党的人 分化国民党孤立蒋介石 李继生非常清楚 未来要与中共合作 这既是明格的优势也是责任 他被授权设立秘密军事委员会 继续早年间已经开始谋划的军事责买 凭借在军界的人脉与影响 壮大明格 也减轻中共的军事压力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 当时有三百个秘密党员 秘密的党员都在国民党的军政界里 我父亲就是要把这些密信要交给这些传递给这些人 我的姐姐小菊就是帮助大妈妈周越青 把这个爸爸写好的绸布白绸布条 也缝到那个衣服里边 人家搜的时候摸着就摸不出来 完了这小孩也参与了这个活动 所以呢知道反正挺神秘的 当时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整个1948年香港掀起了身世浩大的反奖运动 加入明格的国民党人越来越多 派去策反的联络人也陆续有了消息 在南方各地训练的游击武装也开始出具规模 而与此同时 另一位明格的重要成员也终于要冲出繁农 抵达香港 1948年12月9日 一艘客轮在清晨的迷雾中慢慢靠近香港 船上一位身形消瘦的男子心情一直忐忑不安 直到一脚踏上码头坚硬的钻石才长舒一口气 他就是已被蒋介石软禁了三年的云南王龙云 他听闻蒋介石准备把他截到他 那他不想当张学长第二 所以他就非常激意的在找路子 希望能够离开南京 那他有个秘书是中共地下党员 曾经透过这个管道希望能够跟中共联系 当时在南京附近 中共的力量不是那么的大 所以势必要龙云先离开南京 途中再去接应 那龙云评估这个太危险 自从1945年10月 蒋介石导演一出昆明政变 主政云南18年的龙云被押送重庆 担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之一贤职 三年来龙云住所被层层监控 出行被实时跟踪 迁都南京后连行动的自由都不能保证 那龙云这个人气度不是太大 他深信有仇报仇 有恩报恩 那对于蒋如此对待他 这可能是他必倒想而后快的一个决心的来源 那龙云的部队就是滇军 后来传送到东北 就是去打内战 整个运到东北的过程当中 他的一些部将 那后来就去见了龙云 那当然龙云一方面是未免他们 那另一方面龙云就要这些将领 好好的掌握部队 必要的时候就要做一些决断 言下之意就是说 不要为讲铁堂炮灰 1946年5月 滇军六十军第18四师在海城集体起义 成为第一支投共的国民党军队 1948年10月 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 撤出国民党坚守了16个月的长春城 直接导致长春一首 东北战事也随之急转之下 曾经血战台下庄的滇军 如今接二连三的前线倒戈 气急败坏的蒋介石 不知有没有想起被他软禁在身边的龙云 不过此时的龙云已无暇踏骨 眼前最要紧的是如何在特务的眼皮子底下 逃出蒋介石的掌控 龙云出走 陈纳德就扛下了这样子的一个任务 因为在抗战的后期 陈纳德的飞虎队在云南 跟龙云相处还蛮不错的 中国方面因为感念他在抗战时期 对中国的航空的一个抗战的奉献 所以特许他在中国的机场 有自己的航战 他们就利用了特权 然后把龙云从南京就把它运出来 1948年12月8日 经过一连串犹如军事作业般的行动 乔装改办后的龙云被送上飞机 经由上海飞抵广州 再搭乘当晚8点的轮船前往香港 13个小时的航行后 龙云才确认自己已经安全了 但是未来又该如何决断 是北上投共还是和蒋介石谈判 愁愁之中 龙云越发怀念他的家乡云南 香港铜锣湾避风堂 是60多年前这场北规行动的起点 1948年9月12日 第一批北上解放区的民主人士 以行六人在这里登上小艇 向波尔塔瓦号苏联货船驶去 他们由中共香港分局统战委员 罗培元带领上船 并由中共香港工委书记张汉富 陪同北上 经过16天的航行 抵达朝鲜国境港部 最终在中共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 李富春的护送下 于9月29日抵达哈尔利 按照中共香港分局最早的计划 李济深本是在第一批北上的名单中 1948年4月30日 还在河北西百坡的中共中央 发出五一节号召 首次倡议各党派 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 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自此新政协运动拉开大漠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就新政协的召开 致信在香港的民主人士 而这封信的收信人 正是李济深和沈君如 沈老是跟共产党走的 这是经过了国共斗争 实践他认识到这点 所以他认为真理是在共产党首例 所以他坚定的他是跟共产党首走 尽管李济深在第一时间里 就连同各派民主人士致电 响应新政协的号召 但在北规计划开始执行后 却迟迟不愿动身 五一节号召发出时 中共原准备在1948年秋天 与哈尔滨召开新政协 但是从当时的协商记录来看 很多民主人士对此并不赞同 当香港的民主人士 开始畅想新政协的美好未来之时 国统区的民众 却身处一场经济灾难之中 继法币巨额贬值后 国民政府于1948年发行金元券 然而三个月后 金元券即告贬值五倍 并从此江河日下一泻千里 以致民不聊生 游行抗议时有发生 1948年11月2日 解放军攻占沈阳 至此东北全禁解放 中共开始如秋风扫落叶般 向关内停进 强调共产党对他们的吸引力 他不如强调是国民党对他们的推力 是36年以后 我想国民党败相 以限 然后你很多地方做的 好像那个 好像就是说叫人家失望 那他们反过头来就把投射 把希望寄得到共产党上面 那共产党那段时间表现也很好 无论是军事 相当的就是叫人家 就是说心服口服 而且他们当时叫出来那些 就是说要怎么联合政府 那是一种开放的争取 好像让这种人是有更多的参与的机会 1948年9月16日 中共向济南发起进攻 守城国军第96军军长 正是两年前冯玉祥 向李继深引荐的吴华文 9月19日 吴华文率部起义 致使第一次攻打大型城市的解放军 只用八天时间就占领了 素有一手难攻之称的济南城 就到了就是说47年48年这段时间 就是国民党的所有的人 就除了陈果夫陈立夫以外 全都到这里来拜访过 甚至于何银青的亲哥哥也来 叫何吉武也来 当时就是大家都是出于一个大变动的年代 分崩离析的年代 那么就是来都来跟他商量 咱们怎么办 像李继深这么些人 其实他们的历史背景 其实都是有问题的 但是因为他们做了一个重要的抉择 他们选择导向中共 所以对他的救赎可以起这样的作用 也就是说你们不用担心 中共会去后算账 所以这就化解了很多人的疑虑 越来越多的国军将士在战前起义 国统驱立反蒋反内战的游行示威 也一浪高过一浪 面对北方来势汹汹的共产党 美国开始加紧寻找替代蒋介石的人选 而中国的民主派也爆发了有关中间路线的争论 当初因为反蒋介石而站到一起的民主阵营 开始分裂 香港高市达到五十号是中国民主同盟死而复生的地方 1948年1月5日 在这栋民宅三楼的房间里 高挂着李公僕文一多和杜冰臣的遗像 三十八位民盟代表决意否认民盟解散 并在香港恢复民盟总部 并确立了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 彻底摧毁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 建立新中国的政治路线 这就是被称作民盟历史转折的一届三中全会 批评了一些中间派的一些言论 所以才提出来 大家一致提出来 就是要跟中共细手合作 彻底摧毁了国民党的专制政府 沈老认为没有中 我们跟共产党青年党民社党 他们已经跟右边国民党走 不偏左就偏右 然而1948年10月却风波骤起 北平的观察杂志 刊登民盟中央常委张春甫的文章 呼吁和平 无论如何 作战于一国之内 不管胜也罢败也罢 遭受死伤的 遭受涂炭牺牲的 既是同一祖宗的子孙 重兵独武 总要不得 总不应该 凡真为人民的 就令不得已而视内战 也必反对内战 不管胜败 总必哀经诬险 此文一出 既遭到民盟中央的批驳 称其无异于公开拥护蒋介石的 勘乱政策 污蔑人民解放军为匪 国民党对张申甫也大为不满 说他扰乱民心 而张申甫的妻子刘青阳 此时已身在华北解放区 他致信民盟中央 表示要与张申甫断绝一切关系 三十年的患难夫妻 在这场大是大非的论战中 劳烟纷飞 经过几次裂变 民盟成为了中共最坚定的战斗伙伴 然而从国民党政府剥离出来的民阁 却收到了美国人递过来的橄榄枝 为了挡住苏联势力在远东的扩张 蒋介石政权招不保夕之时 美国急于在中国培植新的代言人 来与中共谈判南北分支 美国当时美国人曾经找过冯玉祥 说蒋介石不行了 你冯玉祥来掌权 我给你钱 所以冯玉祥这个人很不简单的 这讲 美国人讲得这么明确 冯玉祥谢谢 1948年12月 门庭若市的罗汴城到92号 一位从美国来的客人 引起了人们对李继生的猜测 此时的李继生 已经成为国民党内 武装反奖的一面大击 不但在南方各省组织游击队武装 民革的秘密军事小组 还策反了几百位 随时可能在阵前倒戈起义的秘密党员 有过反共历史的李继生 会在蒋介石下台后倒向哪一方 一时间香港流言四起 1948年10月底的一天 王健带着李继生 带着李继生一家 搭上前往天津的客户 随行的还有周涛粪和撒空了的家属 当时平津会战尚未打下 天津仍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下 但孩子们归心四肩 而开往东北的沦船又很少 考虑到王健家在天津 一行人又主要是妇孺和小孩 不但引人注意 王健的计划得到了批准 经过八天的航行 克伦京庭韩国的人川港抵达天津 但船还没靠岸 就有一队宪兵登船检查 带队的头头手里拿着张纸条 向船家索要乘客名单 我就挤着上面看 上面写着码 一个插轮 然后理工普 这个普字也写错了 写这个普人的普 马旭伦是民主促进会的主席 是在我们上船之前 他搬家 特认为他可能就是要离开香港 我们也退房子了 一查 他们理工普的儿子女儿 结果中途退学了 县兵开始对乘客逐一开箱检查 轮到理工普的夫人张曼军时 心里中被换出了一个相框 一张底片别落出来 检查了半天 他底片也看不清 结果沙公辽的女儿她们演戏 有一本 苏联的一个导演写的一本书 他们对这个书特别注意 所以以后对于这个相片 底边她也就没有追究 这个通过了 1948年11月29日 平津战役打响 解放军突袭密云 包围北平城 坚持拿下平津再开新政协的李继生 终于同意北上 然而此时的李家 却是困难重重 而夫人双秀卿 罹患肝癌一病不起 在杭州空军学校读书的儿子李佩玉 又被当局扣作人质 就连在成都空军幼校学习的李佩雄 此时也下落不明 生死为伯 外面争取她 动摇她走的决心的不少 有人劝她千万不要去 一进难出 你会后悔的 这些都是真的 李继生北上的消息 直到1949年2月才被公布 此时被扣留在杭州的李佩玉 在中共地下党的营救下 已回到香港 而在成都 李佩琼正准备随空军幼校 前往台湾 却突然被勒令退学 蹊巧的是 退学那天 政治部主任 发给她18个银元的遣散费 而退学令 也直到她离开后 方才发布 后来我了解 为什么 当时的 国民党的空军司令 都是黄埔的 他们一个可能 要留一条后路 当时 一个人就说 他自己 就是对我父亲 还有一个旧的关系 结果我走了以后啊 他发表了一个叫日日命令 就是因为他父亲 已经到了大连了 1949年的夏天 李佳安葬过二夫人双秀亲后 也搭上了北上的轮转 此时解放军已打过长江 中共中央也已进驻北平 开始了新政协的筹备会 到天津唐姑迎接家人的李继生 看到孩子们衣袖上的黑纱 不禁老泪纵横 国共直将的战争到49年底 就基本上就在大陆就结束了 李继生当时立了一个大功 当时如果要支持他们 包括这个贵系的主张 或者美国的主张 搞一个斗力的政府 这个对中国来讲是 云无灵乐 或一个只讲党的利益 不讲这个国家人民的利益的人 那战争会长期拖下去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1949年9月19日 香港轩尼世道260号响起了枪声 让新政协在诞生前蒙上了阴影 民革的创始人之一 著名的国军将领杨杰 在北上前夜与香港被害 杨杰是军人 他担任过军校的教育长 他是中国非常重要的 一个军事思想家 军事教育家 很多军事将领 大概都曾经受教于他的门下 所以蒋就担心说 他会影响到这些军事将领 所以必除之而后患 多年后 保密局参与这场暗杀行动的郭旭曾说 杨杰是龙云的替死鬼 此前 杨杰正在昆明策反云南起义 他会来这个新成立的这个中国的新政权里面 占一席之地 很重要就是说你要有所奉献 所以这就是你单身投靠跟带枪投靠 差别的这个地方 所以对于龙云来讲的话 一方面我想他对云南有他的一个使命感 或者是责任感 毕竟这是他的故事 当时的云南由龙云的表弟卢汉主政 龙云一面致信卢汉催促他起义 一面不断在报上发表声明 希望云南迎接光明的未来 然而面对1949年风云变换的中国政局 龙云眼中这位旧日的小兄弟 手里也有本难念的经 在讲下台以后 整个军力是往台湾跟西南撤的 所以当国共内战蔓延到西南的时候 其实云南本身 他所面对的军事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你会不会在还没有投共之前 你就先被解决了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卢汉必须要步步为营 稍有不慎的话恐怕就先被解决掉了 因为不是只有蒋介石这方面的力量而已 包括贵系李宗仁也想要把卢汉给解决 把他纳入到自己的这个实力范围 1949年9月9号 卢汉发动了一场肃清民主力量的行动 查封亲共的学校和报刊 并逮捕200多位民主人士 交由保密局云南站审讯 但是举棋不定的卢汉 又放走了正在昆明活动的杨洁 只是未想到杨洁逃出了昆明城 特务却一路追杀到了香港 杨洁立难后的第三天 1949年9月21号 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 全体会议名单中 杨洁成为唯一夹带黑框的代表 1949年12月9号 卢汉扣押国民党西南军政要员张群李弥 通电全国宣布起义 第二天 一路退守西南的国民政府 在成都失守前夕 退无可退 宣布撤往台湾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凤凰大视野 我们明天见 接下来为您播出华论凤凰焦点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